紀錄製造福祉醫療機構規管辦公室公布的數據 今年第三季錄得三宗私家醫院情報的可導致死亡或永久受損 或據重大公共衛生風險的錯誤處方藥物的重要風險事件 第一宗涉及錯誤處方局部麻醉藥給一名曾有過敏史的病人 第二宗涉及錯誤處方抗生素給一名曾有過敏史的病人 第三宗涉及向一名病人注射化療藥物時輸液速度出錯 報導指上述的第一宗及第三宗重要風險事件涉及中大醫院 第二宗涉及人安醫院由於第一宗及第二宗事件 醫院延遲情報 違反私家醫院實務守則 衛生署已向有關醫院發出要求通知 其餘一宗重要風險事件仍在調查 另外 衛生署於9月13日接獲私家醫院情報 一名48歲女病人於住院期間自行離開醫院 及後懷疑自殺身亡 相關醫院已向衛生署提交調查報告 衛生署在調查後並沒有發現證據顯示 醫院在訪社、人手、設備方面違反私營醫療機構條例 第633章說私家醫院無實守則的要求 因而導致這次事件 報導指涉事醫院是人安醫院